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饭团主要是比外面有不同的 其实我们有不同的款式和后味 除了传统的日式后味之外 我们都会有一些西式和有些本土德式的后味 这个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名称 是一个卡芒尼的饭团 它的特色就是我们前选意大利的食材 鸡蛋和芝士和火腿都是来自意大利的 我们的米主要来自日本米 是来自外芝芝香米的 它的米的特性是比较饱满一点的 而且米香会比较同肴一点的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